材料是有一桶的美國桶蠔 一桶就是六隻 剛剛好 我們三個人 每人兩隻 有一些芽菜 其實它是銀芽 但其實銀芽不是這樣的 銀芽應該頭尾都窄了 但它只是窄了頭尾沒有窄尾 我也是當是芽菜 現在真的越來越差 以前我們吃銀芽真的兩邊窄了 還有那時候的銀芽是很粗的 現在是刁刁瘦瘦 薑片 乾蔥 蒜肉 還有大量的蔥 還有一瓶是冰水 另外一會兒我還會調味甜豉油汁 燒熱一鍋水 加了蔥和薑 然後再加少許紹興酒 現在水很沸騰 原本有六隻 原來整個桶蠔裏面只有四隻 不過很大隻 真的很大隻 我現在把蠔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 現在滾的 然後關火 可以在這裏浸 浸它大概是兩三分鐘 視乎這隻蠔有多大隻 譬如這隻這麼大隻 最少都要浸三分鐘 已經三分鐘了 我們可以看一看 沒有什麼縮度 在這時候我們就撈起它 放進冰水裡 在這三隻蠔裡 放進冰水裡 放進冰水裡 它是否會不會再煮熟 它會不會再煮熟 先燒熱的鑊 先炒了芽菜 先加少許油 放入蒜蓉,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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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蒜蓉,快炒, 烤び碗,倒入蒜蓉,倒入蒜蓉,倒入蒜蓉,炒火, 开到最大的火 芽葱不用煮到很熟 因为它没有那种轻的味道 上碟后要避免多余的水 放开 洗锅 烧热锅 爆一下姜 炒到最小的火 当姜爆到差不多了 放些干葱 把蒜肉放进去 然后把蒜肉放进去 然后把蒜肉放进去 把蒜肉放进去 然后把蒜肉放进去 把蒜肉放进去 把它不鲜 我用不要晾幅开 把蒜会细的 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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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了所有的鱼豉油 现在加入它的味料 放入鱼肉中,放入鱼肉中 盖一盖盖1分钟 把葱倒入冰箱 盖上盖子烤,半分钟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烤葱的味道 烤火,两点 这一味姜葱焗珊瑚已经完成了 不说太多了,我出去吃了再说